以全国最年轻选手身份参加第50届 全国技能竞赛的东风国中学生陈又宇 在餐饮服务项目涌夺了北区青少年组的冠军 而他同时兼顾课业还有比赛训练 过程虽然辛苦 依然是坚持不懈 如今获得了第一名 也让从事餐饮业的爸爸感到相当骄傲 迅速地将餐巾折叠整齐 不论什么形状都难不倒塌 以全国最年轻选手身份参加全国技能竞赛的东风国中学生陈又宇 在餐饮服务项目中不负众望 勇夺北区青少年组第一名 练食时间大概是四个月 然后中间过程中 就是只有学校清零年假的其中一天 然后其他时间都会在这里练习 然后遇到的错的就是调饮料的部分 就是在17分钟之内要做出两款各两杯的饮料 所以就是时间会有点紧迫 然后装饰物就是会一直掉落 所以就是让我有点想放弃 我本身是从事西餐老师 那从事西餐烹饪这个行业已经15年了 在这之间呢也参加过许多的国际比赛 也都获得不错的成绩 那很开心又宇现在也在餐饮服务这个区块得到的不错的成绩 我感到非常欣慰 那我也会全力支持他走这一条路 那我们妇女两未来一起共同努力打拼 跟着从事餐饮业的父亲耳濡目染之下 对餐饮服务产生浓厚兴趣的又宇 为了参加比赛同时兼顾课业和赛前训练 虽然过程辛苦但努力坚持不懈 总算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那如果全国决赛呢得到前三名 那就有机会会成为这个国手 能够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级的这样子的技能竞赛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件事情 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特别感谢明德高中 他长期跟我们合作 我们其实两校合作已经22年了 那这22年当中他不断的指导我们学校 栽培在技艺教育这一方面的选手 然后获奖无数 相方表示由于学校没有餐饮设备 所幸有名的高中大力协助 提供训练场所和师资 让又宇顺利夺冠 9月份将持续参加全国赛 为学校争取荣誉 记者正伟林台中采访报导